杜拜是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融市场 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对于原油价格 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在银行工会的积极牵线之下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前央行总裁苏瓦迪来台演讲 他认为低油价还会持续个三到四年 也对于世界经济的动向提出看法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前央行总裁苏瓦迪来台专题演讲 吸引数百位金融界人士报名聆听 包括银行工会理事长李基朱 央行副总裁杨金龙也列席其中 近期油价震荡 据国际货币基金统计 去年下半年开始 全球油价已经下跌50% 苏瓦迪说低油价还会持续 苏瓦迪认为在欧美日及中国经济体尚未完全好转下 低油价还会持续三到四年 他也预期美国升息幅度并不会太大 这段期间足够让开发中国家改善经济 石油出口国也乐观其成 苏瓦迪担任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央行总裁 23年间曾带领阿联安然度过金融海啸 在阿拉伯及欧洲金融圈颇付盛名 2006年获INF颁发中东地区年度最佳总裁大奖 近年来阿联不断改善经济以重石油的现象 2014年石油占国家GDP的比重只有28% 银行工会积极促成苏瓦迪来台 希望为台湾与中东金融业创造合作契机 想到中东我自己的感觉是 就是我们对他的真的是手机非常的有限 相对我觉得中东可能国家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有限 可是这两个是相对来讲是多么需要可以进一步合作 发展更大机会的地方 台湾金融业打亚洲杯 现在放眼中东最大规模的金融市场 尽管双方具体合作内容没有透露太多 而警戒阿联前央行总裁 美国前联准会主席博南克下周也将抵台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临于台湾台报道